我们台湾真的是很棒 这个礼拜出现清零的佳机 所以口债一定要带好 不过来看到东南亚情况 还是非常之长 我们先来看到 马来西亚这边单日确诊 还在突破两万人 越南情况也非常惨 胡志明市已经是强硬封城 目前疫苗覆盖率还不到两% 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单效应 游民哥 事情一定是一体两面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这次的疫情 东南亚真的很严重 为什么说马来西亚很重要 第一个 它是全世界至少有 50个半导体厂在那边 它的封测占全世界的产能 大概是12到15个percent 它封什么 你看哪一些厂在这里 基本上讲的就是 二极体跟MOSFET 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 它也是另外一个重症 叫小IC 小IC这里面包含像 瑞萨哥 恩智普 是这一类的公正 他们大部分的话 就是MPU跟MCU 或者是射频之类的 这两个占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只要它一封城了 这边的产能就出不去 现在大家所有的市况都很乱 但是大家再问一个问题 问什么问题 就是下半年度 到底还有哪一些IC 现在敢喊涨价 MCU没有听到了 最近这一个月里面 没有听到MCU涨价 但是有一个东西已经率先 敢说我敢涨 而且厂商也愿意接受 就是功率元件跟MOSFET 我们把它整个投资里面 我们去看毛利率变动 EPS跟投信持股 这里面我给各位一个结论 就是从毛利率上升的 一个角度的前三名 变动最大的你看 第二季比第一季多了7.61 这个是负顶 然后依序是强茂跟德威 第二个部分 从本益比的角度来看 因为现在 蓬城的本益比 已经到30倍 负顶的本益比 大概在14倍 所以应该是负顶大于强茂 大于洁敏K1 为什么投信持股最低 投信持股基本上4%到5% 应该是一个基本韧雅 为什么有一些投信 它会把很多的股票 塞到十几% 甚至是像金区这种 还塞到20几%的 因为今年的资金非常集中 他们不会乱做股票 他们就是锁定这些缺货 和涨价 这个跟以前 大家在大多头概念是不一样 那个时候是只要看 没涨的就去买 现在是投信 就是只能塞这些钱 所以回头我们去 从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把天龙跟地虎 跟各位讲 天龙的部分 现在在创新高的 就是3675的德伟 这个投信的持股 大概是5.32% 然后本益比是25倍 我认为它还会涨 也就是说 它会带动了整个族群 因为它现在位阶最高 会比较 而且它大量飞高点 现在位阶最低的是负顶 因为大家认为说它营收没有出来 可是各位要了解一个状况 它营收可能不会很好 但它的EPS会跳 现在有很多的IC设计 你看它营收没有出来 因为没产能 可是它毛利会提升 所以它整体的EPS会出来 这一类的公司 因为像富鼎它是宏家军 而且最近的洪海做了一件事 它去收了一个望虹的六寸厂 大概在两年之后要发展碳化系 碳化系这种东西一做出来之后 IGBT是拿碳化系加MOSFIT 大家就会去想到它未来 它旗下的公司就是富鼎 所以这个是比较长远的东西 但是至少现在股价相对来讲的话 有这个在带 这个的话我觉得相对也是安全的 所以你觉得这是中长线也可以做吗 都是短线 都是短线 为什么我常常 我上了新的节目几个礼拜了 你会发现我讲一讲去都是车用 因为投信就是在买这些 你现在不要把它当成是去年 什么都可以展 现在能涨的东西就很缩 就是这些东西在涨 不信各位你去买敦戴跟天玉 你会赚钱吗 是不是 经典就是这样的状况 好 谢谢永明哥 我们来看这个未越南方面也很凄惨 越南当然我们台湾很多的制造业 很多台商都在那边 现在大家刚刚看到已经五个人 这个染疫身亡了 心疼疼 投资面怎么看 那当然最近因为东南亚 这个所谓的一个停工 或者是直接封城 那一定会影响到在当地设厂的公司 那我们想要了解到底冲击有多大 那不妨先参考一下 比如说像卢宏 在越南的产能大概占55% 那巨洋的话在越南也有40% 印尼也有34% 加起来超过七成 保存在两个地方加起来超过了八成 那封炭也有大概有六成多 另外还有百合像预期KY 这些公司基本上当然我暂时没办法 完整的开工的话 一定会冲击到营收 那我们估计就是说这个营收的影响 大概就是 最多封炭跟预期 对最多就是封炭跟预期 那大约是23% 所以股价其实往往是很敏锐的 在反映这些利空 那事实上股价都有修正 那修正幅度基本上也都是超过两成的 但是重点就在于这个营收的冲击 已经是先做最坏打算 未来这些订单它并没有消失 顶多只是地盐 那我们知道其实像纺织 或者说像自协 像Lulunamo像Gap 或者说像Nike Adidas 它是没办法少了如虹 保存丰态这些大厂的 那现在其实在美国 或者说整个全球现在的销售情况 真的非常好 因为以最近来看 在所谓的疫情之后 现在这个柱状体的部分就代表 相关的库存水位 这几乎是2013年以来低档 那我们看到黄氏这条线 就是销售的年增率 在所谓今年的解封之后 一度是暴冲到大概60% 那就代表说现在 其实美国真的是 想买还买不到货 的确美国的库存销售比 是在历史的低档 所以说一旦现在所谓制造工厂 东南亚这边的问题 如果能够慢慢的逐步恢复解决的话 那其实回到就是说 这些相关的公司 那如果 现在看起来很焦灼 东南亚疫情 对 反而我要讲的这些族群 刚好其实相反就不适合做短线 因为你现在去做短线 它恐怕是没有什么业绩动能 来推升股价 可是如果说 你能够接受危机入市 或你本来就很习惯 去采取一个比较反向的 波段操作的话 那我觉得该是来思考一下 这些个股 它将来的表现 在这里是不是 值得去做一个分批介入 就是还是缺的情况之下 现在刚好是疫情最惨烈的时候 对 而且 中长期参考 其实像纺织 他们的一个传统旺季 又刚好是落在秋冬 所以其实后面 如果说能够逐步复工的话 这个业绩跟股价 在第四季 应该还是值得期待高峰的 OK 谢谢威廉 短中长都供大家做参考 今天谢谢所有的来宾的分享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涨价的题材 但是不一定是全面掌声响起 大家还是要做好功课 多多复习我们的节目内容 下个礼拜再就由你来开趴了 拜拜